红军培文教基金会 是为了纪念已故司法界前辈首席检察官红军培而成立 本着博爱精神以实际行动宣扬 博爱助人关怀弱势环境保护终身学习等多项目标 在89年时正式成立 当时承诺要成立文教基金会 所以我们在89年的时候 我们在高雄成立红军培文教基金会 当时我们成立红军培文教基金会 我们有十大置业 十大置业 那十大置业里面 所以我们当时成立的时候 我们开始的宗旨就是 不分中群不分党派 而基金会成立的宗旨就是 以不分党派不分族群 广纳各界优秀人士一同共襄盛举 此包括了政商名流 宗教人士及各行各业的精英等 希望带动社会行善的风气 同时透过宗教的力量感化社会 基本上基金会的就是 刚刚前面跟大家报告的 我们是不分族群 不分党派 怎么样无私地为这个社会 来国家来做一点事 也就是前面 回到我前面跟大家报告的 我们基金会不要任何政府的补助 我们也不接受外面的捐赠 我们都是自食其利 每年我们筹募大概六七百万的经费 六七百万的经费 来办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我们的公益活动 此外为了响应政府 提倡终身学习的时效 红军培基金会特别规划 办理众多公益系列讲座 请来各界杰出领受精英 举办不同类型的公益讲座 邀民众一同免费入场听讲 此举不但获得各界有心人士的肯定 更是第一个通过行政院认证 为公务人员参与民间学习的文教机构 公益讲座 事实上我们从八十九年就开始办 八十九年就开始办 那事实上我们不只在台北市办 我们全国二十五县市都去 你难以想象二十五县市 金门县 连江县 澎湖县 我们还房的最前面 我想你们看的资料都应该很清楚 我们二十五县市 所以现在各县市很怀念我们 还希望我们常常待着办 而以十大志业发扬如家伦理 更是该基金会的最大坚持 也是精神所在 十大志业包括 十家有声音电视台都带转播 大概现在在台湾没有一个基金会像我们这样 真的因为我们带子送出去的吧 对我们很清楚嘛 全国七十家有些电视台我们都送给他 请他去播放 并且我们这个播放的带子 我们全部都是免费的 我们没有任何的盈利行为在里面 扮演洪军培文教基金会做公益的幕后推手洪惠博士 希望透过各式讲座达成多元文化促进族群和谐 每个人都拥有快乐的人生为目标 当然也呼吁各界爱心人士可以一同加入志工的行列 共同为社会付出尽一份心力 如何为新产品上市规划与造势 这里面我特别因为我每一个举例里面 我都会举一些跟公务有关系 跟公家机关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参加我们公益系列演讲里面 有些是公务人员嘛 那我要特别提一些跟公家机关有关系的 那首先跟大家报告 今天我举了十五个案例 那也就是告诉我们 这十五个案例里面 其实我可以举五十个案例 因为时间真的很有限嘛 那首先跟大家说明的就是 家喻的家喻西服的亚曼尼西服 亚曼尼的西服 我们可以看得到 当时在推出亚曼尼西服的时候 各位都知道 它的价位是非常的高啊 它的一套西装是五万块钱到十万块钱 是个非常高价位的 跟冰淇淋哈坑大艾滋一样 各位都知道 哈坑大艾滋就是走我们冰淇淋里面的 最顶端的这一个行销通路 各位相信吗 以我这样的方式 以我这样的身份 以我这样的收入 我现在这几年下来 我只吃过一次 哈坑大艾滋的冰淇淋 因为我吃不起啊 它太贵了 是很好吃 但是我觉得它的价位也太贵了 同样的亚曼尼西服 也是非常走的是高价位的产品 但是我去台南纺织的副董事长也演讲过 台南企业 他们在大陆推出的两个自由品牌 在大陆上销售啊 也是供不应求 它的价位也是最高的 也就是在大陆上 一个消费者 他可能要花几个月的薪水 几个月的薪水 才要去买一个所谓 这样名牌的西服 但是基本上来讲 它还是可以被一部分人所接受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亚曼尼西服啊 当时准备要推出来的时候 就是由他们的董事长严凯泰 不断的上电视 然后他穿亚曼尼西服 然后他把亚曼尼西服送给我们很多企业界的名人 请他试穿 然后请他献身说法 所以当时这个西服啊 也在国内造成了一个很大的轰动 也就是说亚曼尼西服 他在整个在产品规划的时候 他有一套规划的方式 他透过电视 透过广播 透过平面媒体 来宣扬什么叫亚曼尼西服 并且请得很多的名人来代言 这是因为透过严凯泰的关系 因为他是育龙集团的执行长嘛 也是几个关系企业里面的副董事长 那董事长就是他母亲嘛 那他的原则 只要母亲在位 一定是让母亲担任董事长 他是副董事长 然后兼执行长 所以我们认为说亚曼尼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 他就透过名人的代言 包含他自己在内 他怎么去宣传 然后怎么样造势 都是全套的 第二个 就是围封广场的服饰的展览馆 这个我想今天在座很多女性朋友 你应该印象非常深刻 围封广场每隔 每隔可能一个月 甚至每隔一个礼拜 他透过服饰展览馆 去做很多的女性服饰的表演活动 去造成很大的轰动 也是请民人 也是请民人 所以我认为说一个成功的案例里面 也告诉了我们是什么 也就是说 我们总是要有一套规划 这规划也是透过媒体 媒体实在是太重要了 我举个例子 我自己的演讲 现在全台北市九个有线电视台 多都播出来了 我到很多地方去 像我们这种小人物 你不是就是那个 演讲台的那个洪博士吗 因为台北市就有两百多万人 过去我们只有东升 四个有线电视台播出来 现在其他的 五个电视台也播出了 因为我们带子已经送出去了 很多都是电视上里面看到吧 这媒体的效果可以说无远佛机 像这种所谓的连服饰的展览馆 微风 最女性的服饰上做得非常成功 因为我常常去观摩 我跟大家报告 我常常到很多地方我去观摩 为什么他们成功的原因在哪里 我认为微风港场 而不是因为微风港场 是孙明明 那当然他也是 时尚的名人嘛 他也透过孙明明 他是孙道成的女儿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 任何事情啊 你总是有一个 甚至于说孙明明自己 都用他的产品 他都成为他的代言人 刚刚跟大家报告的 阎凯泰 孙明明 他自己也上阵了 那也变成一种 所谓造势的活动 这是第二个案例 第三个案例 世贸的国具美食的展览会 那这一次做得非常成功 因为几乎每一次的美食展览会 我都有去参加 他只要国具 因为他这个世贸馆 他办很多的活动嘛 国际美食 只是其中的一场而已 但是你看 每次他透过电视 透过报纸 透过广播 不断地来宣扬 所谓的国际美食展览会 也吸引了很多的 民众去参加 这一次特别说 我进去我花了250块钱 我吃不到的东西 因为很多地方要排队 你吃不到 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 任何一个成功的活动 他都要经过规划 都要经过造势 再来谈到各个观光饭店 各国的美食特展 也跟大家报告 二十几年以前 我管过来来大饭店 当时来来大饭店 是国内最成功的饭店 我们有六百多个房间 各位知道吗 每个房间 每天都刻满 你难以想象 这种盛况 我敢讲 现在任何一个国内的观光饭店 做不到的 房间 六百多个房间 每天都刻满 定房间还要讲人情 讲官说 因为我是总经理 特别助理 我一天都接到官说的电话 说他有房间 我们没有房间 各位都知道吗 来来俱乐部 也是国内最成功的俱乐部 因为当时这些政商名流 大部分是我去邀请的 因为我是总经理 特别助理 也就是董事长的特别助理 因为蔡成岚 他是董事长兼总经理 你就是真是盖棺云集 来来俱乐部 并不因为他是在立法院的旁边 并不因为他在行政院的旁边 并不因为他在从东府的旁边 或者在很多中央部会的旁边 你要去经营 你要去规划 你要去造势 让这些政商民有感觉到 加入你来来俱乐部 是应以为隆 像最近我有去参观了一家俱乐部 我只能用遗憾这两个字 我发现他这个俱乐部的地点也不错嘛 就在国际机场的旁边嘛 但是他们整个的作业 地点也不错啊 为什么门可罗雀 我觉得很遗憾 非常遗憾 我各位报告 我说下时候我去机场啊 我说我要来看看你们总经理 怎么说一个俱乐部经营的这样子 所以我这个讲的意思就是说 任何的东西都要经过规划 另外都知道肯塔基的蛋塔 过去你看看什么普世蛋塔 什么蛋塔全部都收掉了 现在蛋塔被肯塔基接收下来了 但是并不是接收下来就 这样就完了 你看每次肯塔基 通过不同口味的蛋塔 不断的电视台打广告 不断的宣扬新的口味 也造成了一个 大家要去尝试了 所以这个很重要 你蛋塔很普及嘛 哪里买不到蛋塔 为什么我们要去肯塔基买 他的蛋塔 毕竟每次的口味也不一样 这就要规划 这也要造势 再来谈 麦当劳的新产品 麦当劳 Kentucky Fried Chicken 这是国际行销 我跟大家报告 全世界都有啊 哪个国家没有肯塔基 哪个国家没有 Kentucky Fried Chicken 他已经走的是国际的行销 但是你注意到没有 其实麦当劳很多的产品 已经是本土化了 他们也持续地推出新产品 持续哦 推出新产品哦 唯有你持出新产品的时候 你不断地去宣传 然后你不断地造势 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来购买 这是非常重要 不是以现款为满足哦 你要持续推出新产品 那推出新产品 你一套 你有一套规划的方式 然后你要造势 造势吸引大家来买 另外再来谈到 最近统一超商 再推出一个叫 iCash卡 我认为说 算是成功的 因为我们就知道 这个7-11 现在全国可能已经有4000家了 连那个日夜谈的山上都有7-11 连金门马祖都有7-11 连那个最偏眼的地方也有7-11 7-11已经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 我想今天在座的各位 大概每一位都有去过7-11 如果说没有去过7-11 没有去过7-11 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好 7-11以来为了吸引更多的客户 他推出一个叫iCash卡 也就是说 在任何一个7-11里面 可能有30种左右的产品 他给你打折 他给你折扣 本来一块饮料可能要20块的 他给你打折以后变成15块 本来要12块的 可能打折以后变成10块 就是你要去预先买iCash卡 然后钱你先要输进去 那你可以享受那个所谓折客的优惠 然后透过电视啊广告啊 不再来的推销这个时候 iCash卡 这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 法世纪创新机 从法治迎明星 洪军培文教基金会 公益系列讲座 现在大夹蟹要来了 我跟在座朋友报告 我非常喜欢吃大夹蟹 现在阳城湖的大夹蟹 还用什么密码 意思就是说 虽然市面上有这么多大夹蟹 那我要给大家的什么 是真正阳城湖 高品质还有密码的这样的大夹蟹 另外像很多超市 我看昨天电视里面讲 现在素菜很贵吧 超市它从国外进口 一个高厘菜好像只有15块 一个什么样的素菜 一个萝卜好像只有12块 我昨天才到其中的一个超市去 哇那真的是 大家都在抢购那个素菜 这个呢 也要靠电视来跟他宣传嘛 我刚刚跟大家报告 很多的宣传叫制度系的行销 我们政府也在做制度系的行销 哦还不予以利了 花这么大把的金钱了 在做制度系的行销 你看现在很多电视台 都在报道这些新闻了 对不起我不知道 有没有制度系的行销 而且这也造成一个 很多人买气嘛 像蔬菜啊水果这样的特卖 另外像101 多工人的大楼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管过当时的芝麻百货 我也管过当时的兰埃百货 坦白讲我在十几年以前 我就在演讲的时候就在讲 我说现在单一的百货 这样的情况 会越来越少 一定是多工人的结合 各位都知道吗 现在的中心百货 当时的芝麻百货 是国内营业额最高的 我当时去管的 为什么高有两个原因 跟大家报告 当时因为 芝麻百货跟楼上的金像奖戏愿结合 也就是说我们当时规划的动线 当你电影战场的时候 都要经过百货 就是强迫你来行销 当时就是我们规划的 六中大楼也是华美建设所盖的 当时我们盖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 已经是二十年以前了 就知道如何来跟其他的工人来结合 第二个原因 当时的总经理叫徐丽玲 现在是台博 董事的夫人 各位都知道吗 徐丽玲最强的部分什么 就是他的橱窗布置 就是他的橱窗 我自己从美国加拿大回来 我们看得很清楚 在美国的Eton 或者Semison Sales 他最强的部分就是他的橱窗 因为橱窗是最能够吸引消费者来的 所以当时有两个成功的因素 第一个就是多工人的结合 第二个因素是什么 就是徐丽玲的橱窗的展示 当时我是华美建设董事长特助 所以我经过这一段岁月 所以当时在十几年前我就在讲 现在正要开一个百货公司 那个单一的百货公司的工人已经没有了 你生意已经不会好了 所以为什么来来要关掉 就是这个原因啊 因为你只有单一的百货工人嘛 那工人越来越少了 所以就告诉我们说 101当时规划也就是这样 从餐厅 从百货 从休闲运动馆 然后到旅馆 到银行 然后到办公室 这就是一个多工人的 结合在一起 各位都知道吗 101最后为什么 请陈敏君去担任董事长 他就是话题人物嘛 他就是一个时尚的风潮嘛 为什么 收货要请钟灵 过去新闻局的局长 行政研政务委员 你看他 我跟他很熟啊 他自从担任收货董事长以后 看到服装完全不一样了 也就是要找这种名人 来担任这个所谓多工人 他主要的工人是什么 就是展示嘛 给大家知道 哦我们这么有一个 有名的董事长 那他跟风潮是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我认为说 当时的101啊 请陈敏君啊 因为他已经变成话题人物了嘛 那对101还有一个 就是要招商 搞不好 我不知道实际的情况 我们也去问过 搞不好现在可能还有 三分之一的空间 还没有人来招租 也透过陈敏勋要来招租 对世界来行销 对国际行销嘛 因为在全世界来讲 101也是一个非常 知名度很高的大楼 另外像丰田的WISH休闲车 WISH休闲车 是国内载有力最高的 这部车子我试开了两次 我试开了两次 因为其实国内的休闲车 也是未来是芳心慰爱 会继续的发展 为什么 其实我在20年以前 我在美国加拿大 那个时候在美国加拿大 已经很流行 所谓的休闲车了 因为外国人很非常重视休闲嘛 你看20年以前 我们的上班 可能不是礼拜六啊 有的大过礼拜天还在上班呢 你看20年以后 就是一天工作5天嘛 一个礼拜工作5天 很简单嘛 好了 那礼拜六礼拜天做什么 那当然休闲嘛 所以智智来来 那个休闲车的市场 越来越宽广 那我认为 微习款车子好处在哪里 它也可以当 一般的休闲车 也可以当轿车 也可以当什么 货车 因为它后面那排 座椅啊 随时可以平放的 为什么也可以当休闲车 因为前面可以坐 两个人嘛 中间可以坐三个人嘛 后面也可以坐三个人嘛 所以 当然可以坐休闲车 同样的 也可以当轿车 为什么 你把后面的 就是 后面还有一个空间嘛 也可以让你放东西嘛 也就是说 所谓的休闲车 你就是一家出游的时候 后面放一些什么冰箱 类似这样的东西嘛 有这样的空间嘛 那轿车也是一样嘛 当你没有很多人的时候 你后面那个椅子可以放下来嘛 当你人多的时候 椅子可以放回去嘛 同样为什么可以当货车 因为当他那部前面那块椅子 后面那块椅子放下来的时候 就可以当成货车了 那也就是这部车子 本身呢 也就符合了多功能性的使用 所以 那又是丰田嘛 基本上信任也是不错的 所以 这部 丰田的 Wish的休闲车 可以说我们目前国内占有率最高的 另外 像台铁的观光列车 我认为说这也是 你看连 东京 都市都来 作为代言人啦 铁路也请到他啦 因为 我们国内有很多日本的观光客嘛 铁路就推出一个所谓的 观光列车 观光列车就是指停了一些所谓的 名胜古籍的地方 也吸引很多日本的客户来 那这是国音事业里面 我认为说不错的这么一个构想 另外像 玉龙的汽车城 汽车城 那他就是在新店 本来他是卖一个中古车的地方 现在因为生意太好了 把中古车移到外现实去了 那里面变成什么 会议中心 里面有什么 各厂牌车辆的买卖 你看他的一楼 什么凯迪拉克啊 好几个世界品牌都在那边销售 另外他也是保养厂 另外他有办公大楼 那后面就是办公大楼 另外他有汽车零件的商榜的销售在里面 另外他还有餐厅 好几个餐厅已经在那边开分店 也就是说 但是我觉得 我给大家报告一下 我觉得蛮可惜的就是说 玉龙汽车城啊 没有像当年严凯泰啊 他那样的一个规划的计划 外面知道人并不很多 这点是很重要 外面反而很少人知道 玉龙有一个很成功的汽车城 没有人知道 很少人知道 我认为说 这个部分就是规划 没有规划的很好 造势也没有造势的很好 我觉得这个是不无遗憾了 另外 银行一直强调 高利率 这高利率怎么来的 第一个 银行的定存是短期的 可能只有三个月 另外要加上什么 要买卖基金 或者是跟保险结合 或者是跟延伸性的商品结合 那个定存利率可能只有三个月 我给你5% 甚至我给你7% 我给你8% 那只有三个月 但是那个延伸性的商品 或者基金 不是这样子 要3年 5年 10年 甚至于20年 我在这里要呼吁大家 各位千万不要去 千万不要去 会把你害死 尤其那个延伸性的商品 前几天政府都在出来了 要讲话了 说你不要误导消费者 那个延伸性的商品 你要三年 五年 十年 二十年 中途你要脱手的话 哦 还要很多 惩罚性的条款 这个 你看现在银行都在宣传这个 你看电视 你看每个银行都有这个 高利率 强调高利率 但是我跟大家报告 你们千万不要去啊 你们千万不要去啊 那高利率只有三个月啊 搞不好你那天是赚到一点利率啊 你全部都在 都窥到了他的基金 跟他的所谓的延伸性的商品 因为那个风险太高了 如果说今天有 在座朋友经营基金的人啊 对不起啊 我只能说很抱歉了 我站在很专业立场 你看我在讲那个投资理财的时候 我就讲 尤其那个延伸性的商品啊 各位千万不要去碰啊 碰了以后会把你害死啊 好 再来谈 台北市政府要打造什么 无线网络的城市 无线网络的城市 希望跟世界同步 这是马英九一直有这么一个构想 嗯 这个是值得去做的 也就是说今天在座的各位 你看我们在这里办活动 我经常去酒楼 那酒楼就是一个 本来是一个餐厅吧 现在变成一个休闲的场所 你看很多人都在那边无线上网 很多人啊都在酒楼啊 拿个电脑他就无线上网了 无线上网是未来一个趋势 这个就是跟政府有关系的 另外观光局推广的所谓的民宿 我认为这也是很成功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当我们加入WTO的时候 我们农业必须要开放 所以我自己因为也到各县市演讲啊 我们农民会面临一个很大的困境 面临很大的困境 我过去就在讲 像我们今天在座以后 我们农业专家 我们中国农民福利协计会的 卫护理事长也在场 他是农业专家 因为当你门户开放的时候 你尤其对我们国内农民 造成很大的冲击 所以政府一直希望什么 农民要转型 转型于几个方式 第一个走精致农业 精致农业这是一个方向 就是你叫比较生产 比较附加价值比较高的产品 像莲木啊 或者是其他附加价值比较高的 这是一个可以突破困境的 第二个 希望农民来改 转型变成民宿 但是呢 当我们很各地推出民宿的时候了 也造成一个困境 什么困境了 很多是并没有这样的民宿 结果在网路上啊 就是在很多的地方 看到有这样的照片 就变成骗局了嘛 所以观众刚去他就 一然决然他站出来 他说我来主导这个 就是他来去查证 说有没有这样的民宿 对所有的消费者也是一种保障 对民宿的业者也是一种保障 他经过观光局认定以后 他主动的来帮你上网 告诉你